而花蓮有地方建设企业也善进企业回馈社会责任 特别捐赠了2500公斤的白米给花蓮市公所 由市长魏佳贤代为接受 而这一批白米会透过施工所社福整合资源平台 要斩赠给花蓮市的重低收入户家庭 善进企业社会责任寒冬送暖 花蓮地方新月建设 五日上午捐赠500包 总计2500公斤的挖毫米给花蓮市公所 市长魏佳贤并颁发给企业感谢状 新月建设业者为蔡玉宏 以房地产及建设为主 过去曾对偏乡学校资赠物资 也曾办理捐血活动 这次透过施工所社福资源整合平台 希望能将企业回馈的心意 转达给有需要的家庭 也期盼有更多人来共襄盛举 我们从以前开始 就是从各小学中学高中 那时候我们就有送米的活动 那最早之前我们也是每年持续都做捐血的活动 那每次捐血的活动 都是创下那个捐血中心最高量的记录 因为我们会去号召所有 买过我们房子的客户 共同来赞助这个活动 然后之后这几年就想说 在各学校之后 是不是能够回馈更多的乡民 所以这次经由透过一些朋友的介绍说 那能不能委托施工所 可能我们做的层面会更大 所以今年才特别拜托 施工所帮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证明的活动 那每年我们都会持续做一些不同的公益活动 来回馈商民 特别特别感谢新月建设的我们所有全体的员工 跟董事长这样子发心的来协助我们花莲的乡亲 我们知道公司 该公司过去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善事 从捐血到很多的一个社服团体的关怀 都持续在做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一个善举的部分 能够在新年的一个过程里面 让更多人知道 在新的一年能够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每一位朋友 也期许每一个企业 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善心一举 持续关怀身边周遭需要协助的 每一位弱势家庭跟机关团体 魏嘉贤表示 这批白米将转证给中低收入户 65岁以上的老人 请接到通知单的市民 在1月6日至12日上班时间内 此以盖好印章通知单及身份证 到进丰生活园区内的涉劳客领取 带领人也必须携带身份证及印章 每人限领一包送完为止 记者讲邦彦华联士报导 优优独猴 优独猴 优独猴